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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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希望家不要只是一個休息的地方 可以帶給客戶他們每天 家裡的每個成員需要的東西 都融入到這個家裡面來 就是我們最大的夢想 你理想中的家是什麼樣子的呢 傳承自父親嚴謹認真個性的劉副總 為了打造出客戶夢想中的家 帶領著團隊不斷的努力著 那我父親他也很常說 就是蓋房子是良心事業 可能一對夫妻他們存一輩子的錢 就買這間房子而已 如果我們沒有把它做好怎麼可以 所以他很堅持 什麼都一定要用最好的 最好的結構安全 最好的建材 因為其實看到客戶臉上的笑容 就是我們最大的成就感 因為其實我們把客戶當成自己的朋友 然後家人來看待 那我認為每個人對家 都有自己夢想中的藍圖跟想像 我們把這些東西融入在這個房子裡面 我們在規劃跟設計的時候 我們把它當成自己的家來做 所以我們經常會以自己要入住的角度 然後把我們的生活也融入在這個房子裡面 譬如說在浴室的部分增加一些收納的空間 或者是堅持要用滴水條 來讓外觀可以持久的保持一個新度 因為這些都是以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要入住的話 我會很需要這些空間來使用的心態去規劃這些東西 就我也投入了更多客製化的服務 整合了更多的團隊來遵從我們的每一個客人 希望可以讓客人朝自己夢想的家 可以去規劃更多的東西出來 我們公司是走一條龍的服務 從土地開發 然後外觀設計到空間設計 然後一直到這整個的建築規劃 還有施工 兼工 包含說客戶的客便 然後甚至燕屋 椒屋 售後服務 都是我們公司自己處理 在控管部分 我們會自己去尋工地 不管是我 或是董事長 甚至是我們的同仁 都會自己移到工地去 不管是拍照紀錄 還是說在現場的協調 我們其實基本上 每一個人都身兼公務這個職務 由副總來講的話 其實他在要求的方面 是用機械去要求我們的東西 例如說我們要燕屋等等之類的 他都會拿著儀器啊 跟我們一起在驗啊 給客戶有進來就是會覺得 很多東西我都幫你檢查好了 其實我覺得就是房子 它是百分之百手工製造的 你要說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我相信其實沒有人敢報證 但是如何把這些問題講到最低 就是我們建設公司很重視的一個部分 所以像是在交給客人驗屋之前 我們公司自己至少會驗三次以上 我甚至會帶著內飾鏡 然後檢查每一個排水孔 然後我們會用熱像儀 去看每一個地方的窗框 或者是說任何的RC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的問題 然後同仁也會檢視每一個很細節的地方 我在公司要服務30年 很多客戶其實它是第一次購物啦 有時候面臨的問題是 他們要住進去之後 他們才會想像得到 公司的經營者在這方面是非常的用心 因為很多事情它都是親力親為去做 所以很多我們客戶進去入住之後 其實他們都會很開心 就是說遇到的問題是比較少一點 像我們公司啊 會把接待中心放在我們自己的城屋 已夠的客戶可以直接找到我們 其實我們覺得很喜歡 跟客戶當朋友的這種感覺 我剛開始進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爸爸一直都在開佣金 因為就覺得說你做這麼多 然後用這麼好的東西 其實很多是客戶看不到的 我們有一個客戶 然後他來的時候跟我們說了921的故事 他說在921那天晚上 我們連一塊瓷磚一塊食材都沒有掉落 就我們十幾棟大樓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我才知道說 原來父親他從以前的這些良住街頭的堅持 其實是對消費者一個保障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看到客戶這樣的回饋 然後甚至說看到他們用很幸福的笑容 在告訴我們他住在這個房子裡的感受的時候 就會是我們一直堅持下去的動力 就會是我們一直堅持下去的動力 其實就把那些問題都想要了 現在它被抉擔了 太多人啦